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强制的执行清零而雪上加霜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既然清零政策有那么多负面效应 对经济那么不好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一直坚持这个政策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假如说中国一条路走到黑 坚持执行这种清零的话 未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这些问题都非常的现实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都有很多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搞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 和往常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些最近相关的新闻 来了解一下趋势大致的走向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清零的情况 到今年三月第三周 中国清零政策忽然就变得特别严厉 中国的31个省自治区 指压市都出现的比较明显 确诊数量的增长 病例最集中的地方在吉林 山东 广东 上海 江苏等地 所以相关的地区在前段时间 都非常严格的进行了清零和封城的政策 老百姓是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这种清零是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和正常运作 所以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在民间是受了很多争议和讨论的 但是中国官方的态度是坚决表示 要执行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中国的卫生健康委和新冠肺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梁万年 他在对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中国会坚决的执行清零政策不动摇 梁万年是何许人也 就是画面当中这个面部浮肿很厉害的人 那么坚持清零不动摇并非他本人的意思 而是他的老板 就是梁家河同志所追求的一个政策 那就是不管民间为此付出何种代价 也一定要清零 那这样一个政策会对民间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外部环境恶化 内部严格清零的情况下 就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问题 社会就业的基础就是企业 那最近有新闻报道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 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等 他们都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预计至少有十几万员工会一次性的失业 而这个还只是整个全局的冰山一角 那实际上在这些大型公司之外 有众多不被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小公司 正在迅速的消失当中 根据南华早报对中国天眼查数据的分析 在2021年逆到11月 就有437万个小企业被注销 只有132万家新企业注册 这个是多年来注销企业数 首次超过新注册的企业数 那么今年数据又如何呢 那预计在全面清零和越来越被孤立的国际环境之下 注销结业的企业只怕会越来越多 这个代表背后的失业人口有可能成倍的增大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官方统计的失业率 进入到21年底二年初的时候 整个失业率又重新往上走 目前来到5.5 这是一个有明显的反弹趋势 我们不用去争论具体数字是多少 重点在于这个趋势的走向 现在失业趋势整体肯定是往上 而中国这个所谓的失业统计方法呢 是采用的城市登记失业率 那首先你得住在城市地区 第二个你得主动去登记 这种统计方法首先就决定了 失业数据不会太高 那与此同时官方会对发布的失业数据 做一些美化修饰 所以呢具体数字不用太过计较 我们只需要看这个大方向就行 那我们还看到除了整体失业人数增多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业趋势 就是中国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在不断缩减 也就是说呢城里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些原来进城务工的人 就决定不进城他们留在乡下做一些简单的个体劳动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变相的失业数据 那整个就业机会的减少就可以体现出中国城市的经济状况在恶化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它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整理的 它代表进城务工人员的增速 在20年疫情爆发之后 增速是急速下降 大量人员不再进城务工 那这个数据呢一直保持负增长 直到现在进城务工人员增速 它也没有实现正向的增长 这个表示城市里面的就业减少迹象没有减缓 那有北京大学经济学者做过测算 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农民工的缺口至少是600万人以上起跳 这个数据呢到今天还在不断增加 我们再来看工业企业的平均工人数量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它代表年营收2000万云以上的企业 它平均员工数量的增幅 那统计数字告诉我们 从去年初到去年底 企业的平均员工增速就在不断减低 尤其到去年下半年开始 就正式的进入员工人数衰减的时代 企业开始裁员 那么在企业倒闭和裁员不断的同时呢 新增劳动力还在不断涌向这个市场 根据统计到2021年底 中国灵活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2亿人 比20年是增加好几倍 那根据中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 与就业指导中心的数据 20年中国毕业的大学生数量是874万人 21年达到909万人 2022预计突破1000万人 而目前呢 中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超过16% 所以这几年累计下来的大学毕业生当中 至少有好几百万人在灵活就业 那这些人呢 就属于毕业就失业的人群 这个还没有算上其他的就业人群 所以呢 有人在去年做过预测 2022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达到3亿人 那么大量的灵活就业倒闭 显然会让中国的经济啊 雪上加霜 那高盛之前曾经做过一份报告 统计 目前中国地方的隐性债务规模 已经是达到53万亿人民币 那么在现在卖地收入急速减少 亲临政策造成庞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 摇摇欲坠的地方财政也会走向崩溃 那实际上来说呢 梁家和同志他其实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个是选择清零 第二个是选择共存 但是当他选择清零而不选择共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共存这个政策就变成了他的这个机会成本 那所谓机会成本呢 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当你有多个选项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的那个选项 它的好处 也就是说呢 你放弃的选项 那个好处就是你现在选择的成本 而你现在的选择呢 对你而言价值会比那个成本要高得多 言下之意就是说 在梁家和内心的这个价值排序当中啊 搞政绩 搞清零 这个价值是远远大于老百姓的生活 大于中国的经济 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价值序列 但是呢 这个价值序列 有没有让他过去的政策都成功呢 显然是没有的 我们看到啊 比如说雄岸新区 这也是一个政绩工程 也是他价值序列很高的一个东西 可是呢 最后也没有搞成 后来呢 又搞这个共同富裕 抓了很多富人 结果呢 把外资都吓跑了 那我不知道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脱贫 反正呢 贫困人群这个生活 现在是越来越困难 所以呢 套用中国的北方一句俗话 这个人呢 真的是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就这么一个东西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民族伟大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口号下面 总要有一些具体的实在的成功案例吧 那么从账面数字来看 目前唯一貌似有成效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高强度的亲临政策 它造成了相对较低的感染数字 那中国呢 通过全民支付的高代价 实现了全球除北朝鲜之外 感染疫情最少的国家 这个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成绩 它至少有数据可以支撑 那中国当局呢 自然就希望把这个东西啊 无限扩大 变成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 或者说一种成功的梁家河模式 那当动态亲临被拔高到这种高度之后呢 自然就不能轻易放弃 那如果放弃亲临政策 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模式 放弃梁家河模式 这个就等于变相的承认 梁家河模式再一次失败 你让梁家河情何以堪呢 这是第一点 那更为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现在以防疫为理由 对全社会实现管控 它其实在为未来啊 做一些准备 因为就目前来看 整个中国真正的社会危机 还远远没有到来 目前真的是万事才开一个头 那我们都知道 未来中国经济的内循环会加剧 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个市场 它所接到的订单会大幅下降 外部需求会减少很多 很多人说中国可以自己转型 变成所谓的高科技和金融导向 但问题就是中国本身 它就是一个世界工厂 中国的产业布局 政治形态 社会结构 人口素质 它就是完完全全 按照一个血汗工厂的结构来布局的 产业政治 社会人口 这是配套的体系 那这几个相关联的体系之间呢 是一定要相互配套的 所以中国在不改变社会结构 政治体制和人口素质的情况下 不可能单独的进行产业升级 那现在中国整体的结构是没有显著变化 只在表面喊口号 那即便说以后硬搞几个 称门面的所谓高科技企业 那基本上对于改变全局是没有作用 那换句话说 你如果不从根上改变问题 那表面上不管怎么折腾都没有意义 那中国未来的基本面就是 产品供给过剩 需求过低 而维持生命的那些必需品呢 刚好相反 是需求高涨 但是供给不足 那原因就在于脱钩和制裁 这个情况如果走到极致 也就是说如果内卷化卷到极致的话 就会形成整个社会的全面动乱 整个基层社会呢 会陷入无序混乱的情况 这个有非常高的概率会发生 那我们从整个全局来看 目前的亲临政策 它本质上呢 就是梁家河一脚猛踩油门 它是在为历史进程的全面加速 做最后的准备 最后的大清算的那一刻 最后的审判日那一刻呢 会因此提前到来 那我们再从历史维度来看 目前中国这个大量进程物工人员 找不到工作成为游民的一个情况呢 是完全符合中国历史上 各个王朝进入后期改朝换代之前 普遍经历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期的节目里面 都反复讲过这个道理 那举例来说 明王朝刚建立的时候 整个王朝内的务农者是大多数 那明代学者何良俊 他就说过 在明朝正德地以前呢 百姓是十一在关 十九在田 大部分都种田 但是在过了四五十年之后 很多农民呢 因为农村土地兼并 以及税收加重 纷纷放弃农业 进入城市 那他们干什么去了呢 那何良俊在历史记录当中就写道 去到相关家做庸人的 相比之前是增加了十倍 到官府打工的人增加五倍 从事工商业者增加三倍 还有一部分人成为城市游民 那么这样折算下来 原本的农民 大概有六七成 已经不再从事农业 而是进入到城市 去从事一些无关生产的行业 这个从表面上看呢 是城市化的一个表现 或者说它表现为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文明发达 但实际上它说明 最基础的农业生产变得非常脆弱 而且呢 有大量的闲散人员 聚集在城市当中 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那实际上 中国官方现在所说的 灵活就业人员 就是历史上的城市游民 那么历代王朝将要覆灭的时候 它必定是城市的灵活就业人员 突然增多 增多到无法收拾的情况 最后呢 灵活就业人员会压垮专治王朝 那这样一种表面虚浮的繁荣 实际上呢 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 那一旦这个时候 出现国家的外部敌人 或者是侵略者的时候 这王朝就必然会覆灭 那我相信中国现在 已经是又走到 历史循环的这一步 不可挽回 所以想要懂中国的历史 你首先要读懂 历史上那些灵活就业人员 他们的起源是什么 他们的人数变化是为什么 你把这个读懂了 你就能读懂大半的中国历史 那这个地方有人会问说 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它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都会发生圈地运动 都会经历城市化的扩张 也都会经历农民进入城市 从事工商业这个过程 但是为什么西方没有 周期性的出现 像中国这种现象呢 那我们以英国为例 根据史料 英国的城市在遥远的 公元10世纪左右呢 整个国家全部的市镇 也不过在80个以内 但是我们看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到公元16世纪的时候 中小城市已经是达到1700个 那再往后 城市规模不断增加 那资本主义也从早期 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阶段 大量的英国农民 从农村流进城市 但是这个过程 为什么没有促使英国发生崩溃呢 那问题核心就在于说 英国它固有的文化和制度 把这些进城的农民 全部都转化为了城市的市民 那市民阶层是不同于中国的游民 两者如何区分 区别就在于 市民阶层它有公共政治生活 而游民阶层 它没有公共政治生活 没有政治权利 公共的政治生活有个作用 就是让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地位 被法律固定化 那自己的这个市民身份呢 也可以成为一种 万事不易的身份 那么英国的市民阶层 最早是一些商人和资产阶级 他们通过政治斗争 在英国法律框架之内获得了政治权利 他成为了所谓的城市市民 那之后呢 大量农民也变成了城市里的工人 这些工人呢 也是通过长年的政治斗争 强行的让英国议会降低投票门槛 工人才有了选举权 这个漫长而艰苦的奋斗过程 就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 可歌可泣的宪章运动 所以你不管是工人也好 手工业者也好 商人也好 他们的祖先呢 全部都是农民 这个情况和中国是一样的 都是从农民变过来的 但是由于英国的文化 传统还有制度的特殊性 这些进程农民呢 没有像中国的泥腿子那样 变成游民 变成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就是传统和文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全局是联系的 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等 所以它是很难被改变的 至少短期之内改变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因此啊 目前的状况 大家不要抱希望说它突然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或者改善的情况 不太可能 大的趋势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足够清醒的人 你应该做什么呢 你应该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 应对未来可能更加恶化的情况 这个就好比呢 你自己坐在一个车里面 这个汽车呀 是没有安全气囊的 你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在出不了车的情况下 你自己做一个安全气囊 哪怕是一个山寨的 你就捡一些泡沫啊 纸屑啊 做一个安全气囊 放在面前 也好过你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那句俗话 即使最差的计划 也好过 完全没有计划 各位 好好做计划吧 今天就说这些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